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繼續升級 較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 要對某些中國高級官員展開制裁行動 現在的制裁名單就出來了 由大約150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 所組成的共和黨研究委員會 發表了一份安全報告 報告名叫做《強化美國以及應對全球威脅》 這份報告有115頁長 第一個章節是關於如何應對美國的頭號威脅 共產中國 它寫明是Communist China 另外一些章節還包括俄羅斯和中東 我們今天集中看中國的部分 這份報告提到 說中國夢就是要將國際體系轉變為由中共領導的體系 故此這份報告建議至少從五個方面可以反制中國 第一就是抵制中國的工業間諜活動 盜竊知識產權以及其他惡意的經濟行為 第二就是制止中國的惡性政治影響力和虛假信息的宣傳運動 第三抵制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 第四應對中國的全球軍事現代化 第五加強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聯盟 至於在抵制中國侵犯人權行為措施當中 就說中共的威權政府不單止針對中國國內 而且對於全世界各地的自由和人權都構成威脅 報告建議採用史上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去制裁那些侵犯和踐踏人權的中共高級幹部 包括了就是負責中共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以及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韓正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報告同時提議應該對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 以及大陸公安部長趙克志等中共高幹進行制裁 這份報告說他們必須對於新疆、西藏 以及中國各地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負責 這份報告還說明制裁是要依據美國之前通過的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這項法律授權美國總統對於嚴重侵犯人權 以及腐敗行為的個人和實體可以實施制裁 包括禁止入境、凍結在美國的資產 並且禁止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交易 這份報告當然是非常震撼 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直都是指紋樓梯響 說要對於中共的高級幹部進行制裁 都說了很久 但是都沒有一個名單出得出來 現在就有一個官方的建議制裁名單 這個可以視之為官方的建議 因為有150多名共和黨籍的美國國會議員 是簽署的這份報告 當然最終能否在國會中通過得到 還要看看民主黨的取態 但是官府過去一段時間 無論是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在參眾兩院裡頭 對華的態度都相當強硬 似乎如果這個建議擺到美國國會 能夠通過的機會都相當大 如果這個制裁名單真的在美國實施 相信首先會跟隨的肯定就是 五眼聯盟其他四個國家 實情現在五眼聯盟的國家 基本上的步伐都是一致 沒有理由當美國實施制裁的時候 而其他四個國家是對於這班人放生 怎麼說都說不過去 所以很大機會一制裁的話 就是五眼聯盟那五個國家同時之間制裁 這樣對於那班中共的高幹 當然就是一個震懾力 雖然那些高幹本身 他個人名下可能在外國沒有資產 也未必會有 但是他的親屬是會有的 而且那些高幹、貪官的親屬 很多都是移民到五眼聯盟國家作為首選 而且在當地進行置業、投資 如果那班被制裁高幹的親屬 是被美國視為代理人 很可能都會受到制裁的波及 同樣地不能夠入境五眼聯盟國家 以及他們名下的資產會遭到凍結 這樣變相會使得被制裁的中共高幹 其實他的退路就是堵塞了 因為他眼白白看著其他高幹 照樣是可以把資產轉移到外國 但是如果被制裁那些就不行了 就算找代理人都不行了 因為美國都一樣會知道 故此就增加了一個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到底這班被制裁的高幹 他的心理質素會是怎樣 他只能眼白白看著其他貪官 繼續做資產轉移 但是他所有的利益 就要被迫全部留在中國 這個人肯定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因為經常都說 那些錢轉移到外國的話 才是真正落到自己的袋子 如果長期留在大陸那裡 分分鐘被人抄家也不知道 充公也不知道 對於貪官來說 就是很沒有保障 久而久之 這班人可能就會心理不平衡 因為其他貪官的親屬也走得 資產又可以轉移 但是他所有東西都被迫留在中國 其實這樣就會為政權 帶來一個很大的不穩定因素 因為這班人既然毫無退路 那麼他會做什麼行為呢 實情就是沒有人知道 分分鐘就變成招土派或者攬炒派 不如你做初一他做十五 大家一起不要轉移 大家一起不要走資 不要親屬移民去外國 因為他失去了這個權利 那麼你永遠不知道 到底後續會發生什麼事 故此這件事是相當微妙 沒有人是可以估算得來的 因為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 每個人的思考方法也不同 故此當他們面對制裁的時候 那個反應也很難猜測得到 當然美國其實還有一個最厲害的方法 有一些終極的材料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麼多年以來 中共的高幹在五眼聯盟國家的移民名單 以及就是這班人在五眼聯盟國家名下的資產清單 如果這些東西被公佈了的時候 其實連大陸那班小粉紅的信心都會動搖 原來那班小粉紅的口中叫愛國 實際上是想著交腳 而且還要這麼多錢轉移了 那肯定那班小粉紅的心裡不是美宜 好了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關於中國的消息 在昨天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與德國總理馬克爾進行視像通話 在這一趟通話當中 默克爾強調德國對基於規則的自由多邊貿易感到興趣 而且他還特別提及到 德國是希望與中國建立穩定的雙邊關係 而且他還強調中國需要在市場准入 互惠和公平對待外國公司方面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當然這又可以反映到 默克爾根本就是把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放在德國的第一位 其他人權、法治等 都沒有經貿關係那麼重要 總之利益至上 其實他只是看盡了一個時機 當五眼聯盟的國家 開始慢慢與中國越走越遠的時候 他就是要填補這個空缺 他就是趁著這個空缺乘虛而入 基本上他就是要取代 原身與中國做貿易的五眼聯盟國家的地位 當五眼聯盟國家的外長 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 就著港版國安法的議題為香港發聲的時候 德國當然就是先縮一縮 先退一退 純粹表達關注 其實比起日本來說 德國的表態更加軟弱 而且當五眼聯盟國家 不斷著手去找一些方法 擺脫華為在5G方面的影響力的時候 德國就對華為開綠燈 繼續准許他參見5G網絡的建設 故此就算英國想在G7工業國 這個基礎之上 搞什麼D10聯盟也好 其實就算他遇上德國 德國也不會是怎樣採取他 因為德國正正想利用這個時間 來填補空白 你們要對於中國有這麼多的排斥 德國就無任歡迎 德國就是要跟中國做貿易 德國正正想在這個時間坐大 因為現在英美之間又是簽貿易協定 又是要打算跟日本、印度簽貿易協定 德國就說他選擇了一個貿易夥伴 就是中國 現在的情勢就非常清晰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